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是公布业绩 业绩产上去 这些产下来的时候 是因为跟着内房 内房其中一个产品都要相关 这些再加上市有向下坐下来 其实股价都是受压 但你看到业绩来说 其实是做得不差 收入和净利也有三成的增长 再加上其实是很多不同的工业的sector 其实在上半年有一个很大的成本压力 但其实它看到它的成本是可以转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定价是依据它的成本去定价 所以你看到它的模拟率 其实也有轻轻的一个改善 所以如果你回看 其实你的业绩其实要做不错 再加上下半年 其实依然是基建应该会做得更多 另外这些内房好像收到不太紧的时候 可能一些项目又有机会多一点 对于联储的产品需求来说 相对上是比较会有利的 再加上其实它不单止是做一些起漏上关 它是做开发其他不同的sector 亦是见得到越来越有成效 所以无论你那个稳观性也好 或者你看它本身的业绩也好 其实相对上我觉得也是可以去考虑的股份 如果去考虑的话 其实可以看看现价水平 因为它刚刚破之前的位置 虽然其实去到这个时刻有点回落 向下 去到哪个位要走呢 看着这个位置 我觉得升跪和这个加益的低位 12.28元 如果你防守力强些的话 甚至会这个低位 就是近一个多月整固的低位 11.4元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 12.28元和11.4元 定下这两个去到一个止蚀位 上网 又看着它开始跌下来的这个水平 你就挨住在14.58元 这些位置 看它能否收回得到 14元 14元的一个比较大的整股关口 又是整股关口 整股位 然后就看着14.58元 甚至乎7.8元 这些水平 如果它能上得回去 其实这一页开始撒下来 这些位置 它慢慢抽得回上去 相信有机会去得到 比较高一点的位置 也不出奇 因为它本身的 那个營运状况 其实都是做得不错 还有你向下的那个下跌 你都可以看到 因为你去到这些位置 整股 开始上去的时候 你这两个的止损 其实也不是差很远 所以你计算 向上和向下的两个回报 和那个风险 其实我觉得相对上 是有一定的直迫性在 好的 好 好 小佐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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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